全新系列奇怪美食第一集 来到台中寻找各式奇奇怪怪的食物 第一站台阁堂 光听名字就很可怕 到底会不会采雷呢? 一起去一探究竟 这间店位于台中东区汉溪三街的小巷里 没有店面 也只有几张简单的桌子跟椅子 也没有招牌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餐车 餐车上有许多装着各种不同部位的珠器官锅子 说真的还真的几乎都交不出名称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里跟我教学一下 一碗是50块钱 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部位 或者是直接点综合 复餐的话则是可以选择猪血或者是冬粉 这点也让我们觉得超奇特的 既然不是主食对主食的选择 而是猪血对冬粉 那我跟妹妹都是第一次来 所以我们都是选择综合 不过一份是选猪血 一份是选冬粉 综合冬粉碳 里面还是有很多不一样部位的猪肉 这碗它就是以猪血为基因 餐点来的时候还蛮惊讶的 因为没有想象中的恐怖 我们都以为会看见什么猪脑啊 猪眼睛这类的比较吓人的食材 我们先从猪血开始 吃下去的第一口 这个惊呆了 很好吃耶 完全没有腥味 猪血的软硬度非常刚好 有点QQ弹弹的 但是又不会太硬 而且没有气泡在里面 唯独有一个小缺点是偏咸 算是比较重口味一点 接着吃的呢 应该是小肠 很鲜甜 口感很软嫩 处理得非常好 再来吃的这个呢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部位 口感很像是筋 Q弹Q弹 然后还有一点脆脆的 这个是大肠 老板是把大肠整个切开来去下锅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是非常干净的 而且这样子呢 连内部都炖得非常软嫩 最后这个呢 应该是脆肠吧 吃起来呢 几乎没有什么味道 只有吸了高汤的那个香气 和非常脆 而且很滑嫩的口感 我们也喝了一下汤头的部分 算是很浓郁的汤头 比日常喝到的猪血汤啊 都还要更浓郁 有一种大股熬过的香味 油脂感适中 喝完一整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在这时候才发现 原来猪血的那碗 味道会比较偏重跟偏咸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我们加了太多的酸菜 每个食材呢 都真的很新鲜 而且没有什么腥味 所以不用太害怕 像我们一样加了太多的酸菜 真的会有一点太咸 整体来说呢 第一家让我们非常的惊讶 本来以为一定是要采雷了 结果让我们从头称赞到尾 欸 除了那个没有店面 真的要一直吹风之外 这间店真的超酷 会有很多人站在老板的面前吃 原因是因为他就是像啪啪啪啪 吃完之后 马上把碗拿给老板 再点一碗 可惜没踩到雷 好吧 没关系 那我们现在就期望了 下一家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记得推荐一些奇怪的食物给我吧 下集见 拜拜 拜拜 他的春卷皮是酥的 但是呢 很薄 很香耶 好吃 这都厉害的 他好像是把臭豆腐包在春卷里 他这个给的后菜量跟小黄瓜量 是更好的 这么薄的春卷 然后完好的包住这个臭豆腐 很香耶 像七十块 超滑的 超滑的 字幕为良 Brenner郎 您已经喝着了 没关系 门 预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